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竹子 与电气系宝可梦息息相关 名为电力十足的这个活动 即将会在购游戏中登场以及开跑 到底在这全新的活动中 有哪些虚知的事项以及内容呢 我们该次影片就稍微针对该点 来跟他做一个分享以及分析吧 好了,稍微先看活动日期还有时间方面 那活动将会是在2021年的3月16日 也就是星期二当地时间早上10点开始 然后活动会维持至2021年的3月22日 也就是星期二的当地时间晚上8点为止 活动主要的奖励还有内容 其中包括活动期间打开礼物的话呢 将有更多的几率收到这些进化道具 还有就是妈妈小鱼将会在购游戏中首次登场亮相 以及全新的超级形态宝可梦 也就是超级雷电兽也会在购游戏中首次登场亮相 来看看到时候在野外呢受影响加倍出现的一些电气系宝可梦 其中就是有霹雳电球 有露雷兽瘦尼巴鱼以及全新登场的妈妈小鱼等等 该一些宝可梦 那这边稍微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妈妈小鱼 我们刚刚也有提及到是在购游戏中首次出现亮相的一个宝可梦家族 那进化的形态方面其中包括就是第一次将会进化为妈妈曼 然后最终进化形态为妈妈曼女王 那这边有个进化的图表 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好了除了野外有部分宝可梦兽影响加倍出现之外呢 活动期间五公里弹词也会发生变化 那活动期间五公里弹词可以浮出的宝可梦内容其中将会变更为有皮球电极兽 然后落雷兽以及小猫怪 还有就是电电宠以及妈妈小鱼泥巴鱼等等这几只 团战头目也得到了更新 活动期间一星团战头目将会有霹雳电球 然后小猫怪斑斑马驰伦儿以及妈妈小鱼 三星团战头目方面将会更换为阿罗拉形态的雷丘 然后龙龙石还有三合一石怪以及电龙 而五星传说团战方面则有零兽形态的雷电云登场 超级团战头目在活动期间也发生变化 除了大家已经熟悉的超级黑鲁夹还有超级暴雪王之外呢 全新的超级形态也就是超级雷电兽也会在该次的活动中登场亮相 那另外目前收获的资讯也指出到时候将会有限定 还有特定的一些天野调查以及限定调查 至于天野调查方面呢 任务奖励目前得知将会以精灵球啊 然后电龙的超级能量以及雷电兽的超级能量 还有部分的电气系宝可魔作为奖励为主 那限定调查方面呢目前主要的这一些目标还有奖励方面则还没有收获到资讯 这方面日后收获到全新的资讯再次拍新影片跟大家分享吧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在不久后购物游戏中将会开跑 名为电气十足的活动各方面虚致的一些内容还有事项 那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时间差不多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的言论呢仅过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